好 我一口气把这一排奔驰的SUV车型 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直接讲每个车型的一两个亮点 第一台墨绿色的奔驰大G的入门型车型 G350最大的亮点 220T的发动机 不过呢它依然有三把锁 所以这台车的越野能力其实并不弱 动力也可以 但是话题型就是它的亮点 好 这台就是 大G G63MG2 不过呢这台还不是那种最顶配的 我们从轮圈和侧面的排气可以看出 不然这台车的话下面你G500 可以看到它的刹车卡前包括轮圈 都是MG专属的 OK 再往前这就是G500 G500的话同样侧面有V8的标识 421匹马力然后比G63的585马力 动力要稍微小一些 然后排气声浪不足 开起来的话会非常的安比较的安静吧 但是气场一眼前纳 然后这台GOS480今年刚刚上市的 S级的麦巴赫的顶级 然后这台车的话是所有车队里面舒适性最好的 而且也是最安静的开起来舒适感最好 OK 这台轿跑SUV GLE53 我们可以看到后边有双边四出的排气 看起来非常的战斗 非常的运动 MG的车型 MG的轮圈 这台是53的Copey车型 然后再往前这台看起来就会显得更平常更低调 这是GLE5 GLE450车型 四驱 然后这台不是MG 它是现在奔驰中大型SUV里面最主销的车型 OK 再往前这台现在就是相对来说 卖的不算特别多 GLC的轿跑43 GLC43也是MG MG的43车型 这台车的话开起来 它同样排气震量不差 然后六缸机 之前我在浙赛里面试过 然后这台车的话其实整个车里的氛围 包括它有红色的安全带 MG的专属的方向盘 战斗感也有错 好 这台的话是普通版本的GLC 轿跑SUV GLC300 也是一个进口版的车型 好 这台还是之前的 GLC451 OK 待会我们再去给大家看一下 分子SUV其他的车型 这台车型的车型 好 这台车型的车型 这台车型的车型 这台车型的车型